大家好,我是運動筆記特派員 現在跑鞋排百種 你是不是也看得眼花撩亂呢? 今天運動筆記特別整理了網友的困惑 特別邀請到了真男人張家哲來替我們做解答 哈囉大家好,我是真男人方大學 我參加過一屆奧運場的牙醫院三屆試驗賽 我馬阿通最佳成績是2小時15分02 然後太狂了吧 現在我們來看看網友的第一個問題 如果習慣穿同一雙鞋子跑步 那是不是需要多準備幾雙鞋子? 因為我們現在跑的就是柏柔的路面 所以耗損度比較高一點 如果你有兩雙以上的跑鞋可以輪流替換的話 其實是可以延長跑鞋的壽命的 那這樣的情況下你會建議通常一雙鞋子 需要穿多久就更換 對於研究這個鞋底兩側如果差了0.4公分以上 其實就是需要更換 因為它的內旋外翻的角度就增加了 那有些人覺得那我把它補起來不就好了嗎? 當然我們的中底這個泡棉或者是TPU材質 雖然在進步 但是它還是會有一點彈性疲乏 所以雖然你這裡補平了 讓這個內旋外翻的角度變少了 但是它還是會因為這個彈性疲乏造成你遺聲器變差 再來就是這個足弓飛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不管你鞋子左右不輕量的話 你發現說所有的鞋子這邊都是硬的 那它是希望可以扣住你的腳跟 讓你的腳不會在鞋子裡面做晃動 那這個足弓飛如果變形了 那就是要更換的時候 自己的腳掌是外旋偏扁 那有沒有推薦的習慣給它呢? 如果是低足弓的話 其實我很推薦TX37小飛馬系列 那它的結構力是很強 當然我還是建議說 除了物理性上的支撐之外呢 那你還可以做一些比如說 抬腳跟然後腳掌抓毛巾這些動作 讓自己的足弓加強 那自己加強再加上物理上結構的加強 所以我覺得這樣兩方面 組合在一起才是造成最大的效果 因為跑鞋那麼多種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區分訓練鞋跟競速鞋呢? 那現在的區分會越來越鎖短 長距離的公路慢跑的時候 我可能就穿PETA 37 或是LT倍速跑的時候 我可能就穿TEMPO 那如果間歇可能1000公尺 10趟要255秒的 那我可能就會穿APA FLY 或是VOLFLY來做訓練 依照教學文章選鞋子 但實際上很難感受到鞋子給它的回饋 選鞋上面有什麼測試的方式可以注意的 在選鞋上一般的鞋墊呢 你可以穿起來然後跳跳舞 然後走一走 那可是這樣可能還不太準 所以我還建議去Nike的一些跑步的體驗店 讓你穿了實際的上去 跑個400公尺也好 800公尺也好 或一公里也好 讓它去 讓你鎮定調理到這個鞋子的狀況世界適合 很重要是在說神鞋 但也聽說 一般跑者穿上的時候不會有感覺 那是什麼樣類型的人穿上 才會有獨憂神助理 因為APA FLY跟VOLFLY 其實它的鞋底有彈性尾管 對 它回饋力很強 當你的下肢的肌群不夠強壯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太舒服了 所以大概3小時左右的人呢 其實就滿適合穿APA FLY 跟VOLFLY 如果你免工也是5分數 6分數 7分數 那其實穿TELUS 37 或者是TEMPO 就很適合了 好的 在聽完真男人張家哲的解惑之後 是不是也知道怎麼選擇了呢 每一雙鞋子都有不同的設計目的 找到適合自己的鞋子 才能跑得順暢又長走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